湖里村 耕地面积323亩 原地面积270亩 原来多以种植水稻 番薯 蔬菜 水果等经济农作物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 饲养奶牛 生猪 番鸭等养殖业不断发展 一部分人投资经商 创办企业 更有勤劳的狐狸人民 不畏艰辛向世界去打拼 创业者们新系家乡 先后捐资修筑了村庄水泥大道 改建全村自来水管道设施 以及修复名胜古迹等 新村高楼伶俐 村荣整洁 是一个和谐的小康村 穿过湖里村口的牌坊 只见两侧一百多株杨紫金 秀其笔挺 叶片上的水珠 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好似威武热情的宜仗队 村口的花海中 不时传来孩童的嬉闹声 和不远处老人的听戏声 交织映衬 这便是湖里村的惬意时光 金灿灿的橘子挂满之头 仿佛串串摇曳的风铃 沉甸甸的柚子压弯之鸭 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走进湖里村的龙湖果园 人们已经提前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橘子 柚子 龙眼 橙子 西瓜 果园里各种水果涨饰喜人 让人应接不暇 橙子是银钱街道 湖里村寄大头菜 龙眼之外又一张特色果树名片 当前全村200多亩橙子树 丰收的果实挂满之头 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游客纷至踏来 享受采摘的乐趣 带动了10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 穿越时光的洪流 近年来 湖里村通过种植大头菜 湖里村成立了常乐区一博农民专业合作社 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包销 推动大头菜走上专业化之路 湖里大头菜 采用传统工艺 手工腌制 富含多种维生素 口感爽脆 味道香甜 是早餐的黄金搭档 依托已成立的合作社 打造村内的支柱产业 用绿水青山唤醒金山银山 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常乐路径 如今走进湖里 流水小桥江路景 错落有致的房舍与平酬田园相应城去 五代南汉大臣公布侍郎 尚书左城尼鼠故居 位于光处里湖里 经营前街道湖里村 背负湖里后唐山之路 左东南向西北 面对行四虎的虎山 前城近深6米 面宽18米 占地108平方米 大城两边有雕琢精细的上马十一对 故居建筑为四扇三间 面宽18米 近深20米 建筑面积360平方米 占地面积400平方米 湖里村历史上是尼兴发祥地 这里聚居尼兴 人丁兴旺 民间相传有南尼北尼 起码多于八康里 八 即使就时光俗里 环福封山的后唐山下 京阶属胡里村 卧里京属叛野 湖边街京属辖州村 柴屋里京属筹齐村等村 尼鼠 生族不祥 五代南汉大臣 光俗里后唐 经营前街道胡里村人 又做夏江人 唐乾福四年 八百七十七年举靖市 以火中寒蜀退 残月如新月诗 名列第五 西宗中和元年 八百八十一年 乃在举靖市集地 为太学博士 尼鼠文字俊雅 当时致辞 有银雪浮情 蜀辞轻妙之语 为唐西宗所赞赏 皇朝起义时 必归故乡 为己出游领表 为南平王刘颖招之墓中 南汉高祖刘公即位 卓为公布侍郎 敬尚书左城 前横五年 九百一十七年 赵同平章市 不久已集足 所住夫一卷行事 见黎勇选者 常乐六里志 2021年11月 福建省爱卫办 命名胡里村 为2021年福建省卫生村 2021年4月 胡里村获评为 2020年度 福建省乡村振兴 实际突出村 2020年12月 2020年福建省森林村 庄名单出炉 胡里村入选 胡里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点个关注不迷路 带你看我们美丽的常乐乡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